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一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赞美蛋糕 神的话能是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赞美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63篇一节 亲爱的小朋友 老师记得在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体育课上网球课 当时太阳很大 我没有准备水壶 没想到就这样在球场上昏倒了 幸好老师马上把我接住 请有带水的同学给我水喝 有一位同学带了一大瓶结冰的矿泉水 老师把我叫醒 让我喝那罐冰水 当时我原本觉得又闷又昏 喝了水后慢慢清醒过来 到阴凉处休息一会儿 就逐渐恢复了 后来我才知道身体缺水是会中暑的 原本都懒得听大人叮咛要喝水这件事 自己体会到身体水分不足是这么不舒服 才明白补充水分的重要 圣经上把神比喻成水 就代表我们不能缺少它 而且还需要常常靠近它 不然我们的生命会干渴 会无法正常运作 我们需要神的急迫 就好像身体干渴时 需要水来滋润我们一样 当我们领受到神的爱 神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解渴了 就像当时我中暑一样 补充水分后就清醒恢复健康 让我们一起来渴慕神 一起被圣灵浇灌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诗篇六十三篇一节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目你 诗篇六十三篇一节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目你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要更多渴慕你 求你来充满我 满足我生命一切的需要 帮助我不要找 其他的人事物取代你 为你能满足我的心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